来关心各大报的头条焦点 三大报的头条一样都是刚刚新闻报道过的 蔡英文提出台湾组半导体团队打国际杯的构想 了解完三大报的头条接着来关心 南台湾大地震、甲乙东石跟太保消防分队也被振成围楼 在还没有找到临时场所之前 消防队员每天提心吊胆继续在里面值班 走进嘉义的太保消防分队不但建筑、桌、椅、老旧 连柱子都破了一个大洞钢筋裸露 钢筋严重臭死 所以说这个成功结构都已经变化了 原来206南台大地震把太保消防分队的40年老建筑也震坏了 有的墙壁水泥错开、有的天花板钢筋裸露 但队员还是得天天在这里值班 我们晚上都在这边睡觉要接电话 如果真的发生来不及逃的话 那那个楼上可能会看他下 另一间东石消防分队情况更严重 走上二楼大片天花板都露出钢筋 没有人敢进来 其他房间打开实名瓦片 里面的水泥也是一碰就剥落 其实因为就上班也不会特别去觉得奇怪 但是就是万里如果真的有降那些那样地震的话 可能会比较小心一点 就请大家注意这样子 两个分队原本就因为建筑老旧 县府规划重建 没想到地震让建筑提早崩坏 都被贴上黄单 消防局表示重建工程一定会推动 但为了先避险 两个分队从地震以后一直在寻找适合的临时办公场所 只是消防单位设备特殊要找到够大的场地 还要兼顾救灾范围 目前还没有着落 只能够先安排队员到相对安全的房间值班 记者嘉义综合报道